其實我本身就很會流汗 然後因為我是在國外長大 在國外念書的 那國外的同學之間的社交活動 不外乎就是運動 打籃球 打棒球 那在國外他們又特別注重社交禮儀的部分 那大概從國中高中開始 我就開始使用止汗劑跟體香膏 那只要是運動完 我發現我腋下有大量的流汗 我就會噴止汗劑或是體香膏 那長時間下來呢 我發現只要我書包裡面沒有止汗劑或是體香膏的話 我就會很變扭 我就會很尷尬 那其實這個行為我覺得已經在我心中 已經有慢慢的一種壓力的形成 其實我自己一直都不覺得 我是一個腋下很多汗的人 直到呢 有一次錄棚內的節目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是穿一個瓶口 那瓶口大家都想說應該不會出汗 因為還蠻清涼的 可是呢 我錄完之後呢 我發現因為我穿深藍色 然後我的腋下這兩塊是整個變更深藍色 但好險發現的人是我老公 可是他很賤 他就是用那個相機先拍下來 然後給我看說你怎麼會那麼糗 結果我才重視到說原來周刊很喜歡拍很多好萊塢的明星 然後或者是國際巨星這種腋下狂屍的照片 好險當下我是被我老公拍到 不是被吃些水果周刊拍到 我覺得這個陰影已經原本從一點點然後擴大到一整片了 所以我就很想要找一個方式可以趕快把這件事情 不要讓它再惡化下去 從開始認真就覺得這件事情很尷尬之後呢 我就開始找尋很多 就是這樣腋下能夠比較清爽的商品 然後不外乎是止汗劑啦 然後我們自己其實知道一下都是明白 所以當媽媽之後你會特別的重視這些事情 然後很多報導跟我們講說 其實不應該這樣使用這些大量重視汗劑 可是我真的覺得手術是我們不可能去嘗試的 所以我覺得對我自己來講 我現在能夠唯一能夠用的方式就是 沒事就帶著濕紙巾 然後沒事就是稍微的擦一下 這是我覺得最安全 可是又是很麻煩的方法 其實為什麼我會想要積極的想要去做治療 做處理的這個動作呢 是因為某一次的工作場合當中 然後在化妝室裡面 我就聽到其他的造型師跟化妝師在聊 在聊另外一個某位藝人 其實他也有同樣的問題 我聽到之後我就自己跟自己講說 哇原來這個問題是別人不會去當面跟你講的 但是事實上他們會在背後一直在討論 莫名的你就被貼上的標籤了 也許他們在介意服上面 他們就會有所顧慮 那所以呢 為了不要造成別人的困擾跟自己的困擾 我決定我要找一個方式 來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我當初啊 就是因為這個問題一直在擴大 所以我自己心裡面會覺得說 影響到我很多工作上面的表現 所以我就跟Ben提到了這個醫生裡面的諮詢 直到醫生跟我們推薦了這個MiraDrive療程之後呢 我自己覺得很驚訝 因為他其實是用一個微波熱能的方式 然後直接到我們的大汗線跟小汗線 可以一次性的精準的破壞掉 這療程呢我覺得非常安全 而且有效 而且醫生也跟我們解釋說 其實每五個人就有一個人有這樣的症狀 然後全球到現在呢 已經超過了15萬人 有在做這個療程了 那他更棒的是呢 這個療程其實只要一個小時 你就可以回家了 然後沒有任何的手術的那種傷口啦 然後也沒有手術恢復期 而且呢他在美國有通過FDA的認證 可以一次性的有效的 把汗跟味道一次性的做去除 90%的人只需要做一次療程 就可以永遠的解決他的困擾他的問題 而且啊 也是全球醫美療程中 獲得消費者滿意度最高的一個療程 那重點呢他不是手術 所以他不用動刀 所以做完療程之後呢 我可以立刻的投入工作 或者是回家帶小孩 那對我來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在工作的場合當中 我再也不用尷尬的去面對 設計師或者是服裝師 他們所幫我借的衣服 會擔心說 會不會留下汗漬啊 會不會留下味道 那很難處理 所以在工作場合當中 我也變得更加的自在了 做完當下的感覺就是 你真的就會覺得業下很乾爽了 然後像到現在已經量堆三個月了 其實算是最穩定的時候 那我平常會擔心最大的問題 就是汗跟味道的問題 做完療程之後完全都沒有了 你就會覺得很舒爽 然後很輕鬆 而且自信心提到很多 記者會不會聽到 你真的會不致 你覺得很靜靜 你會不會聽到